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計在明年第三季通車 最具爭議的一地兩檢方案 據了解中港雙方在原則上已達成共識 港府將會在高鐵西九龍總站內 以授權的形式將特定範圍畫成內地口岸區 而內地公安在該範圍內 擁有包括拘捕在內的全面執法權 內地口岸區的適用範圍到底有多大呢? 消息說除了總站內特定範圍外 地底的高鐵管道包括月台和列車 都將會劃作為內地境 即是整條高鐵香港段的管道所經過的地底範圍 都會交由內地公安執法 不過消息說內地無意派公安駐守 在高鐵車廂內執法 至於在我身後的石江近一救援處 有消息說這裏都有可能被納入為內地境 若需要進行緊急救護工作 又可能出現跨境救護的問題 一旦高鐵列車在管道發生事故 理論上應該由本港消防和救護員負責救援 但管道和列車的屬權歸內地 消防和救護員便上跨境執勤 消息說他們或需要申請特別證件 才准許進入救援管道 而由管道疏散到石江緊急救援處等候救援的乘客 會由入境處職員為他們辦理本港入境手續 面對政府換屆再職 消息透露兩地政府才會在7月1日前 簽署一地兩檢的原則性協定 即落實方案會在短時間內公布 之後再經兩地的立法機關 即人大常委會和立法會 以決議方式通過 至於具體的實施安排 便會交由下屆政府和內地商討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說 內地公安全面執法的安排 可以維持各路路邊境管理站的一致性 避免兩地產生爭拗 東網電視記者李樂儀報導